歡迎收看即時新聞現場 來關心的最新疫情消息 今天國內新增 44,467例的本土個案 單日本土病例已經是連13天 都比上週要高了 另外增加67例的境外移入 確診個案中新增76例死亡 我們來聽指揮中心最新說明 今天COVID-19新增 44,467例本土病例 境外移入有67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76例 今天新增的病例數 較昨天少6,243例 減少約12.3% 較上週六多了1,427例 增加約3.3% 今年到10月7日 本土病例總共673萬2,753例 今天新增185例的 本土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今年迄今中重症共29,321名 其中10,611名死亡 6個月到4歲的幼兒有5,326人接種莫德納及輝瑞疫苗 其中第一劑接種1,975人次 第二劑接種3,351人次 該臨層第一劑接種率40.4% 第二劑接種率是10.5% 昨天莫德納次世代疫苗總共接種36,906人次 另外昨天總共接種了57,574人次 疫苗接種人口含概率第一劑93.7% 第二劑87.9% 最佳劑接種率73.5% 第二劑接種率11.7% 其中65歲以上的接種率是40.0% 今天沒有特殊死亡個案及重症個案 截至今天兒童重症總共239例 包括腦炎32例,肺炎25例,心肌炎2例,敗血症3例,笑吼11例,加冬死亡8例,密西醫有154例,共病4例,其中35例死亡 以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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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